歡迎收看今天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常常我們要找很多美食 你可能就會到夜市 可是夜市這每一攤的攤商裡頭 其實甜點也都是非常美味 非常熱門的 但是為什麼總是覺得 夜市的甜點做起來特別好吃呢 其實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要教大家說 這些夜市的熱門甜點 其實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動手做 而且你還可以去調整 你自己最喜歡的口味 所以今天我們要教大家的是 哪一道熱門小吃呢 趕快來歡迎今天的點心老師 歡迎佳穎 大家好 我是佳穎 佳穎今天要教我們做的 算是甜湯類對不對 對 是什麼 花生湯圓 甜湯 對 每次都覺得 為什麼夜市或者是 大排長龍 每次都要等很久 然後明明就一樣的花生湯 為什麼覺得它煮起來 就特別鬆 特別綿 特別香 其實這其中是有技巧的嗎 有技巧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做熱門的 這個花生甜湯之外 還要搭配一些配料 對 但是最經典的配料就是那個 對 湯圓 所以其實自己做這個手工湯圓 你也可以利用一些小技巧 讓它是做出來 跟夜市一樣 非常地美味的口感 到底這其中有什麼樣的訣竅呢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花生湯圓甜湯 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 材料好少 對 主要四樣材料裡面還可以分為 是花生湯圓的材料 跟湯圓的材料 對不對 可是越少的食材 我覺得你越要細心地來去處理 去掌握其中的一些訣竅 可能就是好吃的關鍵 所以我們要先來看到 應該今天最關鍵的是 花生人 對 我是挑選宜蘭的 去皮的花生 這個現在還是生的 生的 它其實有很多的 因為其實花生人非常難組 很少在裡面會做到花生人 頂多就是做個紅豆綠豆湯 要煮花生人 其實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為什麼 它難煮是煮不夠 就是你要煮不軟 煮不軟 你要讓它煮軟不容易 我就問我的婆婆媽媽們 他們跟我講說 以前他們是泡鹼油 可是鹼油 鹼油是什麼東西 加一點鹼油 它就是化學添加劑 就可以幫助我們的 花生人容易煮軟一些 可是你不要說現在人 不想要去做這個動作之外 減油應該也滿難找的 不好找 對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就是先把它洗乾淨之後 像我一樣把它放到 就是放一些水 放到冰箱裡面冷凍一個晚上 破壞它的組織之後 它就可以縮短煮的時間 那水是要浸泡過它嗎 對 浸泡過它 這樣子就把它冰在冰箱裡面冷凍 我這是已經昨天已經冰過了 你要煮的時候 再把它退冰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是我要用冷凍過後的 花生人 破壞它的組織 之後它就更容易 其實紅豆也是一樣 紅豆的一個方式 因為以前大家就是把紅豆 泡一個晚上 其實不用 你就是把它放在冰箱裡面冷凍 而且像我自己的部分 我就是隨時把 我一次可能買10斤 有客人來的時候 我就隨時都把冷凍的 花生人用到水裡面下去煮 就可以縮短很多的時間 可是因為我們有加了水去冷凍 所以我煮的時候 我是連冷解凍的水一起下去嗎 可以的原因是 因為我這個花生人已經洗過了 我就可以一起放下去 一起放下去煮 等一下要用這個來操作嗎 我直接把它放下來煮 我們來看一下說 冷凍過的這個 它就是比較飽滿一些 把它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剛剛這樣拿出來 大家就覺得 它已經是花生湯了嗎 花生湯 它現在不會軟 你還是要經過煮 但是有沒有發現 它就跟比較飽滿一些 已經吸過水了 好像是 你看它的顆粒明顯 就變得比較大一點 比較含水量的感覺 甚至它有一點透透的 所以這個感覺好像 好像比泡的效果還好對不對 還要好 對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泡的話 就是泡整個晚上 你也覺得它好像膨發度也沒有 還好 對 然後也吸不太進去 那運用 真的很滿…下面滿冰的 對… 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技巧 可是我們要煮之前 要把它解凍嗎 就把它解凍之後 你會煮得比較快一些 對 好 其實煮花生湯 你有幾個方式 如果家裡面有電鍋 你把它電鍋裡面放三碗的水 讓它用蒸軟的一個方式 對 用蒸的 不要直接植 還是一樣要有水 然後跟花生 然後你用電鍋蒸它 你就不用固爐子 對 這樣大概要蒸多少 就是三碗的水 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壓力鍋 你用壓力鍋時間 就可以縮短很多 那你的時間差不多是30分鐘 就可以了 那是可以更省時間 如果你平常這樣子煮的話 差不多也要一個多小時 一個半小時左右 就是看你家裡方便取得的器具 你可以去選擇要煮的方式 感覺電鍋還滿容易 因為比較不用顧 對 不用顧它 你譬如說早上的時候去蒸它 然後下班就可以吃它 但是你要記得一定要做 我教大家的這個動作 如果沒有做過的話 你三個小時也不會軟 好 我現在就把它丟下來 我的水是滾的 我就把它一起丟下來 就這樣子讓它慢慢地熬煮 煮到甚至有一點點的油出來 就可以了 對 花生湯好吃 就是要把油的香味煮出來 對 好 我就先開火去煮它 好 那就不用理它 接著要來做湯圓的部分 湯圓 湯圓要選擇水磨的糯米粉 它會比一般的糯米粉還要Q 它包裝袋上面 就會寫水磨糯米粉 好 接著我要來做一個米糰 就是把糯米粉 然後加水 我會取十分之一的米糰 下去煮 煮到浮起來 讓它會更Q一點 對 所以這就是剛剛我們說 讓你的湯圓好吃的一個小訣竅 對 先燙一小部分的米糰 對 其實你常常在市售的 有看到那種鮮紅色 就白色跟紅白湯圓 如果你喜歡紅色 因為現在沒有人在用一些色素 一般市售比較多是用到色素 現在人注重健康 沒有用色素 你可以用什麼取代 你可以用紅麴粉來取代它 對 但是用色素那個鮮紅度 還是比較漂亮一些 但自己吃其實就 我覺得可以盡量減少一些 添加物 這些添加物 或者是一些比較化學的食材 對 好 我可以先讓它 聚合成團就行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到 我們煮沸的盆子裡面 讓它煮到浮起來 然後就可以跟我們 剛剛的糯米糰一起混合 我們的湯圓就會更Q更好吃 其實這樣子在製作湯圓的感覺 比較像那種客家米食的技巧 對 我們燙一部分的米糰 好 你看一下 我現在它就可以成團 我們取差不多十分之一就可以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丟下去 讓它煮到稍微浮起來就行 好 我這個已經滾了 我就可以把它丟下來 所以就準備一鍋滾水 是 也可以掰小塊 對 就是不用說一大團下去 對 好 然後等它浮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跟這個一起混合 揉一揉它就會更Q 然後更Q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整形它 其實不一定一定要去買市面上面的湯圓 你光買回來 你就花了超過30分鐘 你在家裡面 超過10分鐘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成本真的很便宜 好 甚至你這個米糰也可以裡面包餡料 紅豆餡 然後包入花生餡 芝麻餡都可以 對 其實我們之前有教過大家做那種 玫瑰口味的 就是裡面有包花生餡 對 好 我就這樣子讓它 稍微煮一下讓它浮起來 記得一定要是滾沸的水會比較快一些 然後你的花生人 你就稍微顧它一下下 用大火去煮它 其實老師才剛剛放下去沒多久 我覺得我們的花生湯表面 感覺其實就有浮一層薄薄的油 對 其實花生它的油脂量是還滿多的 其實它油脂一直在逝出 是 可是我們提醒大家說 你的糖是在煮花生湯的過程是 不要加 不要加 最後煮軟了之後再加 你直接加下去它會影響它煮的 一個就是軟度 對 比較不好煮 紅豆也一樣 所以如果煮不透的話 你的糖是不是太早加 也會影響 太早加 不需要 對 之後再用那些糖的一個味道 來做調整味道就行了 好 我們先讓它煮一下 讓它浮起來 紅色的你不用另外再混一個紅色的 你可以就是先把一個白色先拌起來 分一半在樓上你要的顏色 要的顏色 你不用分兩鍋 也不一定要紅色 綠色 我們也可以加一點抹茶 抹茶 做綠色的 南瓜粉就是做成黃色 都可以 現在很流行做五行 但是還是白色就是大家會覺得 最天然 對 好 慢慢地就讓它浮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花生的也 慢慢地浮起來 對 好像有一些 然後油感覺就開始噴發了 噴起來了 這也是因為冷凍的關係 它可能就比較快速會熟透 對 比較快速那個油脂會釋放出來 對 非常地快 其實你就是 有時間的話你就是直接 就是讓它用火力讓它煮 沒時間你就用電鍋或者是壓力鍋 其實也是很省事 就看大家手邊有的一些工具都行 好 先讓它煮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整塊 它可能要煮更久 你看我都已經有把它掰開來了 你會慢慢地 它油開始浮起來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放下來揉它 它下來揉的時候會比較燙 你可以用一個工具讓它輔助一下 你要做這種米糰 它會讓我們的湯圓更Q更好吃 好 可是你看糯米粉 前面在拌的時候 其實不用到讓它全部都成糰了 對 成糰 如果你這樣子等一下煮起來 水分會太多了 對 水分會太多 你又要額外地再補上糯米粉 好 好 補起來了 也有一些小技巧都 好 差不多要浮起來了 浮起來就是已經是到完全熟的狀態 是 有沒有看到它開始跑起來了 對 慢慢地浮起來了 有沒有 已經浮起來了 這一個 這一個已經浮起來了 好像在煮一個大塊的水餃 還有餛飩食品 好 這個浮起來 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撈過來 就放入米糰當中 這個也把它丟進來 它現在會很燙 你就先讓它稍微混合之後 再用手下去 我現在把它揉勻 它的熱度已經降低了之後 你手再放下 要不然手會燙到 把它揉均勻 它現在還是比較乾一點點 這時候再來補充一點點的水分 不要一次下太多 下太多你又要再補粉了 好 而且老師你剛剛 我念想快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剛剛燙的米糰 它已經有一點彈性 有一點點黏性出來了 好 我就這樣子 讓它稍微揉一下 你的水是慢慢 尤其是在後面越慢加 一次只有一滴而已 一點點 要不然你 把水一次下太多 你又要再補粉 你補粉補到最後你的米糰 就一大堆 吃不完了 就是慢慢下 讓它可以成團 再來補一點點的水就好 幾乎只是手沾濕的狀態 對 好 一樣把它揉到就是光 三光就行了 如果說我們剛剛取十分之一 如果燙熟的米糰越多 它會越Q嗎 還好… 差不多十分之一就可以了 這個比例就夠了 對 這樣就夠了 不用追求說讓它很多 不用… 好 讓它可以成團 有耶 有延展性 是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應該米糰不會有這種效果 對… 它吃起來還是像一… 就是湯圓 但是沒有那麼Q的湯圓 就是差別在這邊 真的有吃過那種就是粉粉糊糊 粉粉糊糊的 對 不Q 不Q的湯圓它就是很軟 軟軟 黏黏的 對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很有彈性有沒有 很好 可以拉出延展性 你再稍微讓它揉一下 讓它均勻一些 它竟然就覺得好Q 甚至你也可以拿它來做一些 造型湯圓也行 然後我現在湯圓就是要把它搓了 搓成一球一球的 好 好 我們來把它搓成一球一球的 這樣子 一球一球的 你要吃多大顆就看你自己 一球一球的 因為我們其實放在湯圓裡面 比較適合是小一點的 像湯圓一樣的 沒錯… OK 這樣子 一顆一顆的 然後等一下我們夠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們的 鍋子裡面讓它煮 滾水 對 滾水讓它煮到它浮起來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們這邊就陸續把我們的湯圓 先鎖一下 搓圓 對 然後我們剛剛的那個 花生湯 其實它也已經大滾了 對 持續讓它煮 待會兒回來 最後我們就帶大家看到 完成品質如何 是 所以先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用點心做點心 我們剛剛很努力地搓圓宅 然後這個動作其實在家裡做 就很適合可以帶著小朋友 親自 一起來做 然後一顆一顆都搓好之後 剛剛的滾水 讓它持續滾的狀態 對 我現在要先把它的湯圓丟下去 煮到浮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是我們要吃的時候 再煮比較好嗎 是 對 會比較Q 因為湯圓煮起來放 煮起來放會軟爛 不好吃 對 好 好 就大概抓一下你要吃的量 一樣把它煮到浮起來就好了 是 對 這最多差不多煮兩人份 就差不多了 好 對 我們就讓它稍微煮一下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花生湯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它看起來又更飽滿了 對 然後我來壓壓看 那邊有小湯匙嗎 可以這樣子 有喔 有烈的感覺 對 我們用這個來壓壓看 好…這樣子把它壓下來 它是可以馬上 已經綿化了 綿 然後放在嘴巴裡面就會入口即化 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在這邊 好香 我有聞到那個花生湯的油香 是 就是當花生的油脂都釋出了之後 它其實很香的 是 而且湯看起來好像也有一點點 濃濃的感覺 對 然後油就會噴出來 對 好 這時候我們加入冰糖 我用手工冰糖 這個時候才可以加糖 對… 有沒有看到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這是沒有過度精緻的 比較純 好 就看你喜歡吃的糖分 好 然後我就可以 一定要讓糖煮到完全融化了 對 這樣子才可以 不然你還有一顆… 因為手工冰糖它比較大的顆粒 如果你趕時間 你就是用攪碎機把它稍微打細 但是其實還好 煮的話其實還滿容易的 對 好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湯圓 慢慢地浮起來 圓圓的好可愛 對 好 我們完全浮起來之後 就可以把它沉到容器裡面 然後加入花生湯圓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參考時間的話 我如果一般在家裡 像老師這樣的方式 我用鍋子煮 煮到像老師這樣的狀態 大概需要 差不多也要一個半小時左右 一個半小時都要持續 是滾的狀態嗎 很短 其實已經縮短很多時間了 如果你沒有冰過的話 它煮的時間可能要超過三個小時 對 所以是建議大家用壓力鍋 壓力鍋就是30分鐘 你墊過你就不用顧它 就用這樣子的方式更好的 對 好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湯圓 已經滾起來了 對 我先把我們的湯圓 先把它沉到我們的容器裡面 再把花生咬進來 好 你一定要確認它都是浮起來了 才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它很彈 很彈 而且它又膨脹了 對 又更大 是 好 這個湯圓你也可以做鹹的 鹹的跟甜的花生湯搭嗎 還是說它的那個湯底就要換 鹹的話你就做那種客家的 它們裡面會加 包肉餡那一種 對…這樣子 幾顆就好不要太多 因為很容易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花生仁 把它放下來 這個湯很好喝 好 好 好多 好 我再加個兩顆好了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熱騰騰 好香… 很香… 那個花生香非常地飽滿 而且非常地香 好 待會兒我們要來吃吃看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今天教大家做的 花生湯圓甜湯 到底要拿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呢 先來做個總複習 開始囉 好 再用來做一個冰糖 即可食用 手工湯圓的做法 將糯米粉加上水拌勻 接著取1分之1的米糰 放入滾水中煮至米糰浮起 再跟剛剛的米糰一起拌勻 整形成湯圓 做好的湯圓放入鍋中煮到浮起來 即可跟花生仁一起食用 你看看 我們最後把它盛盤了之後 在夜市吃還可以配個油條 油條 你就可以沾著來吃 那真的是人間美味 好 所以這邊我的這一碗 我也要來嘗嘗看 你看它還真的熱燙 對 我先來喝喝看 很燙 湯 甜湯的部分 可是我常常去夜市吃 我就覺得它很甜 你在家裡面 你就可以掌控你要的甜度 剛剛好 對 我覺得是那種甜 但是它不味道膩的狀況 對 而且花生的油脂 都已經煮進湯裡面了 湯裡面了 很香 這個湯很香 湯很香 搭配油條更好 好 接下來花生仁 花生仁 看一下細不細 迷一迷 散散 對 入口即化 對 好軟綿 然後 可是它不是那種就是 硬硬脆脆的那種鬆 它是綿綿軟軟的鬆 對 然後甚至也會覺得有點滑滑的 滑口的感覺 好 它再搭配我們剛剛 手工戳的湯圓 湯圓 湯圓煮起來好綿密 熱的湯圓膨膨膨軟軟的 可是你咬到它 就是快要接近你的牙齒 所有合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感覺得到湯圓有Q勁 有Q 對 它雖然是軟綿 可是帶有Q的 這是手工湯圓的一大特色 對 然後這樣吃覺得好溫暖 冬天的時候來一碗 真的是很棒 對 你就可以去搭配 你自己不同喜歡的配料 或是像我們剛剛說的 蓋個油條沾一下 我覺得不管是在早餐的時候 來一碗 或者是在下午餓的時候來一碗 或者是把它當宵夜吃 都是很棒的一個美食小吃 所以自己在家裡 也可以動手試試看 今天謝謝佳穎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禮拜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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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 下禮拜見 下禮拜見 垂圾 下禮拜見 按下禮拜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